肚子痛不只是因为大吃或压力大 油门感菌感染可能是重要因素 大部分慢性胃炎 胃溃疡 十二指肠溃疡 胃癌等 原胸都是来自油门感菌 最常见的治疗方式是使用传统三合一疗法 但研究发现抗药性不断爬升 第一线的治疗其实它的成功率已经不到八成 所以目前国际上的研究觉得说 我们要用到这两种方法 包括是可乐比陀的血液性疗法 或者是含BG的四合一疗法 两个都不错 都有到九成的成功率在二线杀菌 国内医疗团队跨院合作 发现在台湾使用这两种治疗方式 几乎都能成功杀菌 油门螺旋感菌多数发生在十岁前 仅有粪口感染 但随着卫生条件的进步 剩险率已经大幅下降 二十岁以下只有一成 三十到五十岁 量称到三成多 五十岁以上则有四成 值得注意的是 有许多患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 有百分之二十的患者可能会有腹部不适 或是曾经发生溃疡 所以他们会因为症状而诊断出油门感菌 但是有百分之八十的感染者 他是没有症状的 那很多都是在健康检查的时候 才意外发现说他有油门感菌 医师提醒身体不适一定要就医治疗 加上平日保健才能远离油门感菌的威胁 大家喜欢黄金庭登役中台北报道 接下来提醒